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生活中所感受和看到的一切 其实和别人关系不大 是我们自己对过去 现在和将来 各种解读和评判的写照 每个人的人生都各有各的苦楚 谈不上谁的痛苦杠上一筹 谁的难过低人一挡 然而所有的痛苦究其根本往往就是两个字 执念 执念太深太重 就容易陷在过去无法自拔 从而加剧自身的痛苦 很多时候学会放下 才能够真正拥有 懂得忘却方可得内心喜乐 算了吧 莫被执念困在原地 执念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人一旦陷进去 就容易被其牵着鼻子走 甚至一生都在为其所困 于华在《活着》中写道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快乐 也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艰辛 人活于世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求之不得之事 厌不下之气 有人选择在执念的驱使下 此刻到底 也有人用一句算了 同过去和解 蔡康永和马东曾在《奇葩说》上有这样一番对话 马东说 随着时间的过去 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而蔡康永微笑着否认 那不叫原谅 叫做算了 我们不是圣人 我们只是累了 所以后来就算了 不必强求自己做圣人 不是一定要你原谅过去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一句算了 不是原谅 只是不再困于执念 给自己一个解脱 放下吧 放下过去 放过自己 俗话说得好 提起千斤重 放下二两轻 一念放下 晚半自在 有些时候 当放则放 否则只会将自己陷于困境 金庸先生的著作《神雕侠侣》中 求千刃与英姑而言有着沙子之仇 所以他恨了他一辈子 可当伊登大师带着已然悔悟的求千刃 来给英姑认错道歉时 他却发现自己竟然已经不认得这个沙子仇人了 伊登大师感叹道 这人便是求千刃 你连他相貌也不认得了 可是还牢牢记着旧恨 仇恨到了最后 折磨的其实是自己 正如柏拉图所说 如果不幸福 不快乐 那就放手吧 人生最遗憾的 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 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痛苦 其实并不仅仅是痛苦本身造成的 对于痛苦的反复回味 对于过去的寸寸回忆 都在某种程度上给痛苦增添了新的养分 只有当我们学会放下 懂得和过去告别时 才能够真正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得享自由 忘了吧 未来更值得你期待 王家卫说 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 如果可以忘掉所有的事 以后的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该有多开心 有些事情真的不必牢记 有些记忆真的可以清零 人这一辈子能记住的事情是有限的 记忆要留给那些能够让自己开心 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感的事情上 至于那些杂乱的 令人心烦的 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 一笑而过 忘了算了 面对那些会让自己痛苦的人或是 不妨学一学只有七秒记忆的鱼 无论有多忧愁 七秒过后一切归零 又都是崭新的人生 正如书以所言 健忘和迟钝 很多时候倒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方式 对错得失都无妨 只是想往前走 不再为难自己 善于遗忘 也是一种能力 忘掉眼泪 记住笑容 忘掉烦恼 记住欢乐 忘掉过去 记住当下 毕竟我们过日子 过的是以后 而非以前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有一句这样的话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沙城 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 你步步回头 可你却只能往前走 现实世界里没有时光机 我们都无法改变过去 频频回头 只是徒增烦恼 何必给自己挖坑往里跳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将往事清零 未来方可期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合理和美好的 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 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 但我们的生活 还是要继续 那些纠缠你的糟心事 就算了吧 和执念道别 那些耿耿于怀的过去 就放下吧 同自己和解 那些不太愉快的记忆 就忘了吧 去拥抱明天 人间不值得 但是你值得 与其背负沉重的过去 在痛苦中挣扎着往前走 倒不如一念放下 一身轻松地上路 脚步轻快 前路可期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